邹家 为什么要你接待 来的是谁 爸 接上集 三婶吃完饺子后就回去了 这回刘真芳就和赵国庆 说起了陈红梅的变化 你三婶呀 现在在享福了 没看她都胖了一圈 话也比以前多了不少 这人呀 还是要换一个环境改变一下 要不 咋知道什么样的日子 才叫过得好 赵国庆想起 三婶以前也是无声无息 小心谨慎的性子 哪像今天这么大方 还和他们聊起八卦 这在以前 几乎是看不到的 三婶性子是变了很多 性格也开朗的 爱说话了 自从三婶怀孕后 整个人就不一样了 那个手串她也没得了 这孩子 看着能安安稳稳地生下来 家里还有点骨头 我一会给三婶也送点 让她熬点汤喝 行呀 你三叔三婶 倒是实在人 你看你弟那四间房子 你三叔都用心了 给做得多好 现在赵国庆家 每个人都有单独的房间 不管是赵春兰 还是赵夏合 在赵家出嫁的姑娘 也有自己的房间 住得都非常的宽敞 自从上次英山去江城的 搬车出事后 英山这边就暂时没车 去江城了 导致本地那些货物飞涨 即便这样 很多店还没货 渐渐地 国庆百货 已经远远地超过了百货公司 这让周勇士喜上眉梢 媳妇 前段时间囤了大几万的货 本来利润就很可观 现在物价上涨了 这个利润大的吓人 我稍稍地算了一下 就今年我到过年 和你的分红加起来有上万 甚至不止 当初我和媳妇你 可是占了大便宜 以后 你可多带狗圣回娘家 多陪陪孩子的外婆 让狗圣跟外婆舅舅家 多亲近亲近 赵春兰听周勇这样说 整个人都觉得迷糊糊的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低个乖乖 我和二妹今年 几乎没做什么事情 但是到过年 一个人最少都是要分到上万 上万元呀 这是万元户了 哎 还是因为自己有一个好弟弟呀 此时赵国庆正在和钱英 对国庆百货和砖瓦场的账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就让他赚到了十万块钱 这个钱赵国庆打算 拿回江城后找夏若兰 看怎么安排这笔钱 毕竟他还差夏若兰姑姑的一笔钱 武叔叔 你怎么过来了 我调到江城橘子来了 第一时间就来看你 老爷子一直担心 你在这边没人照看 这不 回头你婶子也过来 就在这边租个房子 你到时候直接回家吃饭就好 我这边有住的地方 跟以前熟悉的朋友一起住的 就在江大旁边 不过他这段时间回应山了 过阵子应该会回来 那就热闹了 夏若兰想了一下 只是说自己和赵夏和一起住 就住在江大旁边 然后想了想 还是和武成德说了地址 并且邀请他一起去坐一下 行 让你武叔叔给你露一手 今天在你家吃饭了 蓝姑娘 这房子是你买的吗 不是 是一个朋友买的 我和他姐姐暂住在这边 夏若兰想了想 还是透露了一点信息 武成德来到江城后 他和赵国庆的事情 估计也瞒不住 毕竟他还是想嫁给赵国庆 希望家里人都能接受他 这房子不错 不管是位置还是装修 天冷了 这边要不要做一个壁炉 美观又好看 冬天的时候 确实有点冷 特别是房子大了 有些空旷 在北方的时候都有暖炉 江城这边冬天取暖的东西不多 不过 要是屋子里做一个壁炉 把排烟做好 里面放木炭什么的 应该是比较暖和 我刚调过来 目前还比较闲 有空 回头我找人帮着做一个壁炉 保管很暖和 毕竟这房子的门窗密封性不错 保暖性也很好 不过烧壁炉的话 屋子里不能太严实了 窗户要打开 怕出危险 武成德几次预言又只想了想 还是告诉了夏若兰 老爷子给我打过电话了 让我负责你的安全 还说邹家有个小子 估计要过来江城 让我有空接待一下 邹家 为什么要你接待 来的是谁 夏若兰皱了一下眉头 直觉告诉他 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邹家和夏家 其实是死对头 就算两家都在大院住过 但夏家不如邹家 来的是邹光华 好像我来江城 是邹家主动提出来的 并且动用关系主动 帮我调到江城来 态度放得非常低 老爷子让我去接一下邹光华 是邹家主动的 这 邹家在夏家面前 是没必要姿态放得那么低 除非他们有所求 可是想来想去 我也没想出来 这邹家想求识 除非 夏若兰一下子压制住这个念头 希望自己的猜测是错误的 那行 邹光华和我一起长大的 他要是来了江城 怎么说也得见一面 到时候你接了他 我顺便也去见一下就好 伴随着几天的晴朗出太阳 公路也被太阳晒干了 有车从鹰山到江城了 赵国庆就带着赵夏和 一起回江城了 跟他们一起回去的 还有浩子以及王三 主要是跟着赵国庆 负责他的安全 你上次可把我吓着了 我还是第一次碰到买我家暖水瓶的人 哈哈这不 你看我家现在准备了不少水瓶 要喝水来我家呀 自从那一晚过后 其实赵国庆也落下一点小毛病 那就是特别怕了 晚上睡觉不泡脚 根本就不能睡 不过这事赵国庆根本就没吭声 他打算去江城后想办法治疗一下 弟弟 你说去了江城后 还会遇到上次在车站那样的事情吗 小心无大错 到时候辛苦一下浩子和王三 出了江城车站的赵国庆 很快就被人盯上 赵国庆 是这个人没错他回到江城了 赵哥你回来了 哎呀真的太好了 推着自行车准备出门的吴迪 看到赵国庆的时候 喜出望外 这回也不出门了 浩子 你没事就带着王三在周围熟悉一下地形 这边巷子多差不多 很容易就走不出来 我刚来的时候都给绕晕了 随后又给了浩子一千块 让他拿去花 调查自己为什么会被跟踪的事情 看看是谁想弄死自己 钱不够的话 回头我再给你 你们要想在江城站住脚 肯定要花一些钱 无敌 以后我们做出来的衣服 都要多检查几遍 哪怕是布料 也不能封过 嗯 我们都吃了大亏了 这是哪能忘记 这是刚好送过来的新布料 防水防屋倒是不错 只是成本很高 用来做棉袄 总觉得不划算 但这冬天除了棉袄 我也想不出来 做什么款式衣服好 赵国庆一看这种布料 脑子里灵光一闪 这种防水防风 耐脏性好的布料 用来做羽绒服 那是再好不过了 用鹅绒或者鸭绒代替棉花 这样做出来的衣服 肯定很轻薄 饱暖性还好 羽绒的话 找一些大型的养殖场 屠宰场 那边肯定有 这个市场一旦打开 那量是非常的惊人的 不但是江城这边 北方那边需求量更大 无敌还真没听说过羽绒服 他有些迟疑 鹅绒 鸭绒 这能行吗 我没见过呀 那鹅绒和鸭绒 心味很重 鹅绒 鸭绒都要经过 除臭和消毒的 然后再填充到衣服里面 然后经过赵伯庆解释一通后 无敌有些跃跃欲试 对于他来说 能设计出来 让人眼前一亮的衣服 都会让他有种成就感 他仔细琢磨一下 似乎也确实可行 这能行吗 要不先试试 服装厂不是有几只鸭子吗 不行 先杀了试试 还有可以去买一些白鹅 我们尝试一下 一次不行就两次 多花点钱 去找一找有鹅绒鸭绒的屠宰厂 很快 在菜市场转用了老半天的 赵伯庆和无敌 我们可以让人在市场处 开设一个点 杀一只鹅两毛钱 一只鸭子一毛钱 鸭绒鹅绒都留下就行 我们只要开一个人的工资 每天就可以得到不少的鸭绒鹅绒 这成本绝对不会高 赵伯庆这提议让无敌一愣 不由拍手叫绝 若兰估计要放学了 我们回去把那几只鸭子都抓了 鸭绒准备尝试做羽绒服 鸭肉就做啤酒鸭吃 正好大家都在 聚在一起吃个饭 伯庆二姐 是不是你们回来了 夏若兰这样一喊 就看到赵伯庆一手拿着锅铲 从厨房里冲出来 看到她的时候 裂嘴一笑 若兰你回来了 你先歇歇 一会吃啤酒鸭 赵伯庆看到夏若兰的时候 心底一阵喜悦 她仔细打量了一下夏若兰 也不知道是不是她的错觉 总觉得夏若兰似乎瘦了 你们今天什么时候到的 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 我好早点回来呀 夏若兰看到赵伯庆的目光 就没有离开过她 想着这些天的相思之苦 一个人住在这里 都冷冷清清的 没想到这一次赵伯庆一回来 还带来了这么多人 不过才知道 浩子和王三是保护他们的 夏若兰也释然了 随着赵伯庆以后的生意 越来越大 像这样防患于未然的事情 确实有必要 嫂子好 这一声嫂子 喊得夏若兰脸一红 夏若兰本来打算 让他们喊自己夏姑娘 可看着一边赵伯庆 兴致勃勃的模样 不忍心说也就默认了 不过还是叮嘱一声 出了这院子 有外人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一下 喊我夏姑娘就好 好了好了 若兰 我特意给你 做了你爱吃的蒸鱼 你来尝尝 看喜不喜欢